安大略省教育体制灵活 对于国际留学生限制条件比较少 而且对于学校学生照顾周到 学生更加容易适应留学生的生活 安大略省没有统一的毕业考试 只要学生高中课程都通过 就可以获得毕业证书 国际留学生如果在高二、高三来安省留学的话 在语言条件符合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直接就读12年级大学预科课程 继而申请大学 通常只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安省求学 使得留学生成为安省经济当中 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统计资料显示 2003年在安省就学的国际留学生有6万人 2013年已经增长到了12万6800人 十年之间足足翻了一倍 其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最多 安大略省也一直保持全加拿大吸引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地位 比例由2003年的37.7% 上升到了去年的43.2% 安大略省更积极吸纳留学生作为优先移民类别 未来会带来留学热潮 举例安省未来十年工作崗位 因为人口老化和经济膨胀是有250万份工空出来的 如果没有新移民 没有留学生留在这儿帮我们做这些工 将来是一个问题在这儿 所以是专注国际留学生 我认为那么多移民的种类 类别方面 我想国际留学生的安省是相当于总视他们的 留学生带来的收益不只是学费 他们日常消费能力都能够推动安省的经济发展 据统计 安省现有5万名中国留学生 每年花费在住宿 食品 还有衣服上面的费用 就高达20亿加元 JF投资顾问公司 还有REMAX Power7地产团队共同策划 和林轩国际留学生宿舍项目 就是针对了中国留学生住宿的需求 透过优质管理 为国际留学生提供安全及优良的居住环境 非常符合安省政府的政策 获得了大力的支持 其实讲来讲去最重要是安全 最重要是生命不要损失 不要受伤 其实我们内国开会 我们省会团 自由党团开会 都开始关注这方面 多谢你提出这件事 其实都要帮政府关注多些 汉林轩位于万锦市第二选区 1000号Markland Street 占地4公顷 可以发展两栋分别是楼高 8层还有9层的酒店式管理学生宿舍 临近高速公路 商场以及华人超市 第一期将新建8层高的宿舍 总共有149间房间 可容纳320名学生 宿舍里面还有1万尺的零售商店及餐饮店面积 哈尔滨市教育局及万锦市 Town Center私立高中 即将签署 汉林轩独家入住合约 再加上JF投资顾问公司 保证宿舍6成的入住率 投资者从而获得了 长期稳定的合理回报 汉林轩学生宿舍项目 也会成为安大略省 提名投资移民项目 预计可以获得10个投资移民额 通过批准之后 投资移民者可以连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一同移民 JF投资顾问全权处理移民事宜 确保投资者由10个移民额 获得1000万加元资金 于6年内运用 汉林轩预期3年内落成 有关项目明细表 可以联络JF投资顾问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